星期二下午 Los Gatos的17號公路一段不行車道發生車禍 一部貨車與一部校車以及一部加州公路巡警的車廂撞 當局表示事故發生後 17號公路的攝氏車道已經被關閉 並於當日下午4時20分左右重新開放 事件中沒有人員受傷 當局沒有透露事故的原因 也沒有透露事故發生時 校車上是否有兒童 更沒有表明攝氏司機是否收到了傳票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